马路上状况不断 台北市有汽车驾驶返家途中 疑似是车辆失控 撞上了7户店家 造成了整排名宅停水停电 另外有临停汽车突然打开车门 害得骑士撞上重衰在地 而在新北市中和 则是有骑士突然在路中减速 结果被后方的骑士追撞 整个人重衰 差点就遭到公车拧固 前方机车突然减速 后方机车反应不及追撞 但接下来的画面让人捏把冷汗 遭撞机车往右重衰 同步跟身体猛撞公车车身 随后跌落在车轮后方 1811号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二段 骑士放慢速度准备等公车开走 变换车道却遭追撞 差一秒变成轮下魂 惊险状况也发生在台北市 汽车在进南路路边临停 驾驶没看路况突然打开车门 后方骑士闪不过撞上 整个人往内侧车道重衰跌倒 爱好后方汽车几杀没酿成更大伤害 但肇事驾驶责任不小 唯一规定开门害骑士撞上受伤 除了恐怕得吃上最高3600元的罚环 还涉及刑责 至于延吉街深夜巷弄里 轿车越开越偏 突然一个猛力撞上店家门口两柱 一路横扫七间店家 车子车头几乎全汇 撞击力道不小 而且当下还冒出大量沉烟 电线水管也被撞断 整排住家停门停电 听到的那个一连串的啵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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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但是她看起来没事了 事发在13号凌晨一点多 驾驶没有酒驾疑 dece操作是零念货 还好只有双脚疼痛 不需就医 记得范薄园 幫忙忘家台北报导